其实为了要避免民众在采买的时候忽略了防疫的重要性 那凤林政公所特别安排专人进行流动摊贩的登陆 以及采买的实名制 那么镇长萧文龙也是客家化来进行宣导 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防疫政策来加强采买上的防疫措施 为了杜绝疫情的延烧 凤林政公所加强对于传统市场的流动摊贩登记 并且派出专人来到凤林镇光复街与民生路上 流动摊贩聚集处进行摊位的登记 落实防疫实名制的政策 我们凤林有两个市场 一个是中华市场正式的 这里是路边的临时摊位的 中华市场我们是有依照我们政府的规定 单一出入口还有实名登记跟量体温 这个我们有要求我们市场的协会 他们是自己去做 那这里是临时摊位 四通八达又是主要道路 所以说我们要做单一入口有它的困难 那我们今天每天我们都是用四个我们的政公所的员工 在这里临时每个人来买菜我们就给他登记 那尤其是摊位的老板每个人都把建议资料 因为摊位的老板我是认为比较重要 他只要有一个顾客来传染到他 他变成是一个媒介会传染到很多人 而流动摊贩业者也都相当支持凤林正公所的实名制 并表示这样的政策能够让业者与采买的乡亲 有更多一层的保障 那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对你们有一个保障 对本来就是啦 对有讲这一点 讲比较难听的对那些不熟规矩的 有一个那个啦 所以你们也是会配合他们 对对对对 对我们会比较好啊 我们比较怎么讲有保障啦 对于凤林正公所公有市场 凤林正公所也加强要求中华市场自治协会进行实名制 以及体温的检测 镇长萧文龙也非常感谢 花东防卫司令部化学兵联 在1号上午派出30位化学兵 进行凤林正各主要街道的消毒工作 镇长萧文龙也再一次的以客与呼吁证明 出门要落实戴口罩以及消毒的工作 记者林杰峰林正采访报道 到11号 请勿业 满